继续镜头带你到屏东 在红尾薄牢还没有列为保育类动物之前 仿山风感到就是省道旁呢 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烤薄牢鸟的摊贩 在全盛时期呢甚至有100多摊 而猎人一天可以捉捕到300只薄牢鸟 可以说是薄牢鸟的杀戮战场 而如今为了洗刷这个恶名 仿山巷公所是成立了薄牢鸟生态展示馆 从烤鸟村落变成保育重镇 而今年10月的时候呢 中华邮政公司还把仿山的邮局 打造成为了薄牢鸟的特色邮局 一乐二就是薄牢鸟 每年9月会远从西伯利亚南迁 途经台湾落脚休息之后 再继续往南 到菲律宾河东南亚杜东 隔年春天在北返 过境台湾的薄牢鸟是红尾薄牢 顾名思义 它的尾语呈红棕色 喜欢停留在突出的制高点 以利观察和猎食 是肉食性的鸟类 又有屠夫鸟的称号 只是屠夫鸟来到台湾 犹如到了杀戮战场 反而被人类屠杀 成了盘忠孙 方山峰港一带的居民在薄牢鸟还没被列为保育类动物之前 到山上设置陷阱捕捉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今年88岁的黄走色老先生是捕捉伯老鸟的各宗高手 鸟仔他在他的手中三两下就设置完成 回想起当年抓鸟的盛况 老先生诉说起来 莉莉在目 鸟仔踏是利用伯老鸟喜欢助力高出的习性而发明了陷阱 经过改良之后 已发展到膝带方面的第三代 至于是谁发明的已不可考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很难摄取到肉类的营养 伯老鸟可说是天上飞来的蛋白质 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和便当里的一道菜 生活比较困苦 没有什么食物来源 其实伯老鸟是我们主要蛋白质的来源 而且是我们的菜肴 其实我老实讲 我民国五十几年读初中的时候 我便当里面就有两只伯老鸟 并不是只有我 是同学们大概便当盒里面都伯老鸟当是我们菜肴 然而大约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伯老鸟从填饱肚子的菜肴 进阶成了可以拿来赚钱的柴神鸟 烤鸟的摊贩在车来车往的省道上 成了封港地区的一大亮点 伯老鸟每天到我们这边来 是天上掉下来的柴神鸟 总理过程就说 我特地绕了一圈把它算一下 大概烤伯老鸟的摊达到120摊 依照我估计一个春节年假期间 一摊大概收入五六万块不是问题 从过年初一到初五初六 卖出来以后就可以买一部摩托车了 民国78年 野生动物保护法把过境台湾的宏伟伯牢 列为第三级保育类 禁止再捕捉了 但是烤尿已经成为封港的一大特色 要继续烤下去的话 主角就换成人工饲养的鞍唇 这段人的接触都比较好 有啊 剩这些人像鸡肉 跟鸡肉同样 他们就 对那里 它就比起来 它比起来 比起来吗 比起来比起来的 那肉像的鸡肉 它的肉比起来的 比起来比起来 它比起来比起来 比起来比起来 我们以前是鸡肉 阿姨的朋友鸡肉 这里面还有珍 재� 比起来比起来 跟只是比起来 芳山相公所于民国98年 成立博老鸟生态展示馆 是国内独一无二 专为保育博老鸟们设置的展览馆 呼應政府的保育政策 展現地方護鳥的決心 也為以前濫捕濫殺的行為做個補償 所以要大力宣導護鳥 要吃鳥氣 鳥氣算了 算了 寒氣算了 這樣吃 你的吃鳥氣 所以它是膨膨都汙在涼海湯 是不是這樣 所以是喝酒不喝酒 喝酒 喝酒 3 2 1 1 芳山遊局的特色菊屋 讓柏勞鳥再次成為封港的新亮點 Q版的柏勞鳥背著油桶 化身為油霧室 成為柏勞鳥的特色遊局 中華郵政公司特意將柏勞鳥和封港 做一個意象的連結 而這個連結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意象 就要看地方上護鳥的成效 從今天開始 每隻柏勞鳥 快快熱熱的從西伯利亞飛到台灣 每一隻都可以快快樂熱的回家 來,好 好 好 如今在封港社區裡 處處可見柏勞鳥 以不同的姿態和形式出現 雖然是假的 但可看出封港人 對保育柏勞鳥的用心 要把封港社區打造成柏勞鳥的故鄉 從烤鳥到護鳥 也算是另類的轉型爭議吧 民視新聞紅明升屏東報導